好,我们今天为大家讲解一下这个意念叉子 它是如何做到这个在手里面拿着慢慢慢慢的会弯曲下去 它是一个特殊材料,特殊金属做的,它是属于记忆金属 什么是记忆金属呢 当做完成品过后,这个金属做完定过型以后 它是这样弯曲的 当瞬间受冷,就是说温度降低的话 它会一点点迟过来 无论是叉子啊,勺子啊,还是钥匙啊,全部都是 只要是记忆金属的,它全部都有这个功能 那很多朋友拿过去以后,他会误解这个 他以为把这东西放到冰箱里面就可以,那是没有用的 放到冰箱里面它不会变质 什么叫瞬间变冷了,那我们就只需要 这样的一个东西来辅助 打火器,打火机的天然气 因为大家很多抽烟的朋友都知道 在给打火机冲气的时候 有的时候,这个气会漏在外面,会非常非常的冰 特别的冰 那我们现在呢,就用这个打火机的天然气这个冰啊 让它瞬间瘦了 瘦了以后让它直过来 那我们把这个打火机 切拿在这里 用手去按,放在这里按住就可以了 它按住的话就会冰 那我们这样看看啊 镜头可以看到吧 现在是弯曲了,就要把它按在上面 看到没有直过来 那我们还可以按它继续 哦,好冰啊 现在这个叉子呢,在是呃,事件已经准备好了 叉子 它已经完全直过来,跟普通的叉子看起来就没有任何问题 那它是如何变到呃,又又一点点弯曲过去呢 那特别简单,我们不用,不需要管的,只要放在这里 它上面的这个温度啊,变成常温以后啊 它这个温度变凉了 这个凉的温度没有了,它就慢慢慢慢慢慢的 又折回来了 那我们现在拍这个视频,为了啊,效果更明显一点 我们进入手的温度 把它热,让它热来 这个温度变得很常温 现在还是有一点瓦拉拉 继续变得很常温 我来手里面 看到没有,已经一弯曲起来了 让我们转手,也要热一下 这个对 这个效果非常的好 只需要拿在手里面 轻轻地拿在手里面就可以了 用我们手的体温啊 用我们的手的体温让它来弯 弯曲看到没有 它现在又变得刚刚这么弯 根本就不需要任何力量的借助 不需要任何力量 只需要你手的体温 就可以了 让它恢复到刚刚的这种效果 弯回来 看到没 这个就是一年 记忆金属方面的道具 所有的记忆金属全部都是这样的 让它变成直啊 弯啊就可以了